剛剛理論上做到的結果 你們就是做到增加一個年 然後增加一個區 那這兩個產生的原因是因為要畫樞紐分析表 然後再產生樞紐分析圖 這另外一個也是一樣 那再來的話我們是希望說可以把它變成跟VBA結合 VBA結合的話第一個就是爬蟲 那爬蟲的部分的話 首先我們要怎麼 我們待會的程式理論上第一個就是抓資料 第二個的話就是插入欄 那插入欄的話就是這邊這兩欄 那做法的話當然第一個 程式部分的話請各位先把開發人員打開 因為它預設的環境裡面這上面是沒有開發人員 那開發人員打開的方式很簡單 上面有個箭頭叫什麼 自訂快速存取工具這邊箭頭這邊 點下去 然後找到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裡面有自訂功能區 自訂功能區裡面找到開發人員 這個開發人員請務必一定要先打開 如果沒打開的話那後面就沒辦法做了 OK 所以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就是這箭頭有沒有 點下去 然後其他命令 自訂功能區 然後開發人員這樣子 應該要找到吧 一定要打開喔 OK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你如果這個都沒辦法打開的話 後面都不用玩了 因為這個打開就有VBA了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再按確定 你會發現上方就出現一個叫開發人員的標籤 這邊就有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後面其實我們主要會利用的 就是幾個按鈕 當然第一個 錄製聚集在這邊 你可以把你剛剛我提到就是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的相關動作 透過錄製聚集 那另外你的程式是放在Visual Basic裡面 所以這個地方 寫完的東西都會在這邊 那其他的話 如果說你要增加按鈕的話有沒有 其實按鈕的位置在這裡 插入有沒有 這邊就有個表單控制項 這邊就有插入按鈕 所以大概功能主要是放這邊 那這裡面的話其實 當然它會把這個開發人員隱藏起來 也太有意義了 因為大部分可能都不是開發人員 所以它沒有打開 那我在猜未來的版本 新的版本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版本就直接就開了 為什麼 因為它可能發現大部分人 一打開一次就直接開它 那開發直接把你開就好了 表示這個需求是越來越普遍 好 那這個地方第一個 把開發人員打開 第二步的話 我要來撰寫一個爬蟲程式 那爬蟲程式如何撰寫 這個地方當然有一個範本 所以待會請各位 可能還是要到雲端的講義上面 雲端講義 剛剛有留 所以你們可以往下捲動 大概會是在第幾頁呢 底下這邊 在這裡 第十二頁的地方 然後找到這邊有個sub 叫End Sub 叫End Sub 有沒有 頭跟尾 那特別注意呢 這個是一個爬蟲的一個範本 那主要呢 需要改動只有兩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說 你的網址要放在哪裡 請你接在分號 分號跟雙引號中間 所以我第一步請你把 Sub跟End Sub 選起來之後 按Ctrl C 第二步的話 請你把它貼到 我們的Visual Basic裡面 但是記得 你要貼的位置 一定要貼對哦 你不要貼錯 不要隨便看一個白色的地方 就把它 點開Visual Basic OK 記得 將來如果你要寫任何的 VBA的程式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只要記得 點開Visual Basic之後的話 在它的 算是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叫專案總管 在這個專案總管上方按右鍵 這個區塊 反正你就找個地方按右鍵就對了 按右鍵 它會有個插入 模組的功能 你就把它點選模組 那意思就是說 將來呢 你任何的Sub 請你務必把它寫在模組裡面 就對了 OK 所以特別是 以後不用記太多 記得 打開Visual Basic 以後寫程式 就寫在模組裡面 基本上 99%沒錯啦 OK 其他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話 我想你延伸再去了解一下 OK 所以呢 待會請你插入一個模組之後 把剛剛的那段程式 直接就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好 所以哦 插入模組貼上 那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個就是 它這個範例呢 有兩個地方需要加 哪兩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你的網址 網址記得加在那個分號 跟後雙引號的中間這邊 這個就是我的網址 那我的網址 記得我們那個網址是在開放資料 剛剛不是那個住宅切到嗎 有沒有 那這邊不是有一個檢視資料 對齁 但理論上這邊有個資料下載網址 其實理論上是把這個貼到那個分號後面 但是我後來發現 台北政府 他有點不想讓人家下載 有點不想開放 所以呢 他就把這個鎖住了 所以後來找到另外一個地方 其實也可以找到連結 下方有一個點選 點齒下載有沒有 這邊不是有個CSV 今天按右鍵 右鍵之後的話 他會出現複製連結網址有沒有 所以你把這個網址 其實就是下面那個連結就OK了 所以你把它按右鍵 然後複製連結網址之後 請你把它貼到我們剛剛的這個 TESTER 這個字太小的話 你可以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假設你要把字放大的話 把它改成14號字好了 按個確定 好這樣 那主要是貼到哪裡 貼到TESTER分號後面 把它貼上 Ctrl V貼上就可以了 好 貼上之後的話 你要確定 你沒有貼錯位置 反正就貼到TESTER分號後面 第一步OK了 第二步的話 這邊後面有一個 TESTERFile Pattern Form 然後面的話 請你輸入65001 這個65001的話 就是說如果你下載的資料 假如是UTF8的話 UTF8的話 那就是65001 OK 可是如果你假設你資料是BIG5的話 那你就95 所以這個可能有兩種數字 要不就是65001 要不就是950 那你說老師 可是我實在不知道 到底是哪一種編碼怎麼辦 沒關係 你先試如果下載是亂碼的話 你就改另外一就好了 好那我們來試試看 如果是用950 我們來試一下 另外 這個程式的第一行是清楚 所以我會把 所以剛剛的東西會清掉 OK 所以你剛剛做了 那我先按F8 其實理論上這樣執行就OK了 可是喔 這樣執行是全部執行完畢太快 所以我如果希望讓它跑慢一點 按F8 F8就足行對不對 F8OK 它跑第一行 按第二下F8 就跑第二行 第二行你會發現這個就清除 所以你可以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VBA稍微縮小一點點 為什麼要縮小 因為你可以扶著看 底下可以看得到 OK 如果你假設佔滿了整個畫面 你後面看不到 清除 然後再來的話呢 底下這個就是爬蟲 所以你會發現 給它網址 這一行是什麼 CAMON 就是CSV是CAMON 豆點分割 是不是4 950的話就是Big5 然後Refresh就是把資料下載下來 這個時候它就轉圈圈 如果你假設看到 老師犯馬怎麼辦 很簡單 你第一個反應就直接把950改什麼 65001就可以了 那你再跑一次 比如說停止掉 那我把它重跑一下 所以一樣喔 F8有沒有 CLEAR掉 OK 然後呢 編碼方式喔 不要用Big5啦 用Youtube把它跑跑看 欸 我F8一下 欸 這個之後呢